测试一汽大众TROC坦哥真光环效应 这确实是一汽大众的首款SV车型 TROC坦哥从出生就带着些许光环 大众这么多年在华寄来的口碑可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我在这儿也不用多说些什么了 它未来都会卖得挺好 这真的就是光环效应 TROC坦哥是一汽大众首款SV车型 海外的TROC的国产家常版定位为紧凑SV 既然是一汽大众的首款SV 重要性可想而知 1.4T SI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50马力 峰值扭矩250牛米 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发动机前段加速能力不错 尤其是进入扭矩平台时期明显感受 再加上四驱系统辅助非常的稳健 油门与刹车踏返的脚感很熟悉 变形的大重吻 刹车前段趋位明显 后半段制动力很充足 变速箱换挡动作干脆 并针对偶发的一至二挡低速顿挫问题 有一定的优化 S挡时极加速每一次换挡都铿锵有力 变速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